南京沦陷后女同胞的下场究竟有多惨 日本人又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南京沦陷到日本人手里以后 不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这里的女同胞也都被日本人强行带走成为了维安妇 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 日本人竟然在学校里面做出了一件非常让人愤怒的事情 而这些女同胞也都被日本人强行带走成为了维安妇 这些女同胞的下场更是无比的悲惨 日本人为何要闯进女子院校 他没有对这里的女孩子做了些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南京沦陷时 在松户会战失败以后 南京城内有不少的老百姓都想要逃离这里 但也有一部分人抱着比较乐观的想法 他们认为日本人在进入南京城以后 最多只是将这里变成第二个上海 失利各种各样的租界 并且占领去实行自己的法律 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入南京城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对这里的大轰炸 他们不但毁掉了南京的众多古迹 而且还将城里几十万的老百姓变了难民 他们没有在南京城内设立任何一个安全区 而是任由炮弹落在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 将整个南京城都变成了一片血海 因为这里的国际记者大多都已经被安全送了出去 所以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在进入南京城以后 日本人不但将当地的老百姓当成猪肉一样随意地屠杀 而且还从这里抢走了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 让他们充当了日本人的慰安妇 因为当时在南京城中 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会藏在自己家中 不愿意轻易地出去 所以日本人就开始在难民中挑选起了自己的目标对象 如果哪一个难民带着两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 那么连妈妈都会一起被带走 到了后来有一个日本军官想出了一个非常缺德的主意 那就是普通的姑娘长相不好 又没有什么才华 不如直接进入女子学校里面去将那些姑娘抢回来 在战争的时候 世界组织公认不可以伤害已经投降的俘虏 平民百姓和其他的各种人员 尤其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 以及那些比较有知识的科学家 更是会受到严密的保护 对学校里面的学生下手更是令人不齿的行为 只要这些学生没有做出抵抗的举动 那么日本人应该好好地保护他们 可是当时在南京城内的确也存在着不少的女子院校 为了保护南京内的百姓 甚至有很多的院校开始向外面招收起了难民 这些难民在进入学校以后就会受到学校教职工的保护 不但会为他们提供食物 而且这些难民也可以在这里有休养的机会 只可惜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这些可怜的难民 再加上女子学校里面大部分都是女性老师和学生 他们很快就对这些地方起了心思 当时的日本人非常卑鄙地直接进入了这些院校 将里面的难民全部赶了出去 随后他们又开始对这些院校里面的女学生下手 抓走了一批女人以后 学校里面的老师也有了防范之心 他们非常明白之前被带走的那一批女性学生 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为了能够保护剩下的这批女学生 所以老师只能下令让所有的女孩子将头发剪成短发 变成和男孩子一模一样 穿的衣服也不再是裙子 而是裤子和比较粗糙的打扮 因为学校里面储备的物资并不是非常充足 所以老师和学生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到外面去购买物资 比较熟悉的店家和老板都会以低价将东西贩卖给学校的老师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学生 只可惜日本人的无耻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其实这些女学生已经将自己打扮得和男孩子一模一样 甚至连头发都已经全部剃光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和尚庙一样 可是日本人仍然没有放过这些女生 他们排着士兵日夜不停地盯住这些学校的门口 只要从里面出来一个长相稍微好一点的女学生 就会被他们直接带走 送进卫安所里面日夜不停地服务他们的士兵 被日军抓走的女性很有骨气 在进入这里以后不但是死不从 而且还会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进行抵抗 有些女学生在进入日本卫安所的时候 甚至还会在自己的身上葬一个微型相机 希望能够将这些日本人的罪恶全部记录下来 然后送出去告诉世界 到了后来日本人对这些女人的要求越来越严重 在刚刚进入卫安所的时候 他们就会扒光这些女人身上所有的衣服 仔细地检查她们身上是不是带有什么违禁品 如果这个女人的头上有着比较漂亮的簪子 或者是头饰也要被全部取走 因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成为 这些女人攻击日本士兵的工具 有些女性因为和这些日本人进行抵抗 甚至有可能被日本人将所有的牙齿全部打掉 之后这些女性就只能如同这些日本人的王物一样 一直被她们随意地指挥 大部分的女人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短时间内都只能选择屈服 有一部分女学生因为敌死不同 甚至被日本人直接拖出去枪毙 这样残酷的画面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梦魇 最可恨的是当她们杀死这些女学生以后 还会用自己手中的刀在她们的身上刻下侮辱性的文字 这些日军会在旁边用相机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然后拉来两条大狼狗 将这些女子的尸体活生生地撕裂 用血型又可怕的方式震慑其他的所有人 告诉她们不允许逃跑 大部分的女性在日本维安所里面都活不了几年 就会被她们折磨而死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不知大家怎么看待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